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下的观众吃惊不已 原来这款乳霜拥有智能感知系统 它可以对基因进行修复 甚至优化充足 它能使丑陋的人一秒变成小心肉 而这款乳霜还可以用于医疗上 刚去世的人只要涂上它就可以起死回生 除了超强大的治愈能力外 乳霜还可以修复电视 汽车等 为了向世人证明这款神奇乳霜 水哥来到一个将要去世的老太太床前 将一瓶乳霜灌下去 老太太立马伸枪体壮 箭步如飞 从此人们更加依赖乳霜 并用它解决任何问题 旧车变成了新车 傻子都变成了天才 就连小狗都可以正常学习了 人们不再为任何事先担忧 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不仅如此 这款乳霜还能复制金钱 即便只坐在院子里吹着风 钱都可以多得数不过来 而且人们完全不用担心乳霜不够用 在第二次的发布会上 乳霜就有了自我复制功能 于是全球开始大面积使用 一瞬间 医院里的病人全都出院了 世界变得和谐而美好 如果你觉得人生无聊和空虚 它会让你瞬间开心起来 更强大的是 全世界再没有了荒漠 只需喷一喷 干涸的地表重新产生了湖泊 污水又变回了干净的河流 而瘟疫肆虐的城市 人们不再有了死亡 神奇乳霜终结了地球上的战争 痛苦 非洲的儿童也从此远离了饥荒 金钱也变得一文不值 没有了利益 没有了阶级 这是一些人不想看到的 于是 各大媒体一概往日追捧的态度 纷纷的头抹黑神奇乳霜 通过电视 报纸 网络恶意报道负面新闻 污蔑水哥是个强奸犯 而神奇乳霜的材料是用死鹰制成 长期使用会对身体有害 会造成抑郁 癌症 艾滋等疾病 而且神奇乳霜和恐怖组织有关 一切与它有关的东西都变成了罪恶 人们纷纷开始抵制神奇乳霜 政府也动用了武警来追缴人们私藏的乳霜 并将其销毁 乳霜打造出来的树林全被以为平地 非洲儿童再次陷入饥荒 最终神奇乳霜的制造者水哥被指控多项罪名 余生只能在监狱里度过 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神奇乳霜 那它只能治愈好地球 却解救不了人类自身的欲望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神奇乳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